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 上个video大家看一下,我是周五做的 是5月3号,我上来播报日期的时候 说成5月5号了 这冥冥之中好像暗示着 我这5月5号还得做一个video 今天有重磅的消息发出 所以我安定解读一下这个重磅的消息 是什么呢 这川普决定 大家看这个 川普决定继续加征关税 从10%维持不变的 增长到25% 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我想或许有些朋友应该关注 经济和政治都应该知道 就是在上回3月1号之前 中美两国的首脑在一次峰会上见面了 然后川普拖延了一下 就说是那个关于2000亿的那个美国进口关税 就给了应该是三个月的时间啊 就说是先不加征了 当时呢就说是应该积极的跟中国呢进行谈判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上个video我也谈过了 短期的有几个消息啊 搅动美国市场是我一周之前啊 做的一个video 其中有三个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一个这个利率的那个问题 已经在上个video说了 它已经过去了啊 pass back 然后这个问题呢 我也说了一下 也会在这个couple weeks有个结果啊 现在川普过来以后 就已经是不耐烦了 然后他这个 把以前说的那个延续的 时间周期呢 现在等于说是又回到了正轨上啊 又回到了美国 按照他原定计划的这种正轨上啊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就是25%对200 billion啊 就是2000亿啊 从10增长到25 这样是一个数字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新闻啊 然后呢 这个呢 你看你看这个道琼斯的这个future job 就是他这个期货啊 他也跌了400点啊 在这个川普说完了以后 他要是继续保持25% 从下周五应该是 Friday Next Friday开始啊 是采取那么样的一个行为 来做你看 We'll rise to 25% on Friday 他就是说就是要那么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也是我刚得到这个消息 刚得到这个消息 刚得到这个消息 我也挺挺意外的 或者叫兴奋的 因为这也是我们短期说五月份的 重磅消息之一啊 就是说是这个贸易战 嗯 按你怎么来解读一下呢 这底下有一个这个US company HIGH CHINA REVENUE SPLODGE 就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收入啊 比较多的排名 有几家公司 你像这个Skywall啊 这就83%都是在中国的收入啊 这就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啊 这是排名 然后多数呢 就说是有一些这个科技公司啊 包括芯片啊 高通啊什么的 都在这里啊 美光啊 AMD啊 Inter啊 Western Digital 这也是一个 呃 就是这个 做软件的啊 一个公司啊 非常不错的 Apple 那Vedi啊 都是这样啊 Skywall 然后我们回来 安迪怎么解读这个消息 和会给美国带来市场的搅动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回到这个chart啊 回到这个chart 我们来说一下 因为这个 Dowjones呢 他这个也不给我了啊 那个只能看ETF了 然后我今天想解读一下呢 就是按照这个NASDA来解读 因为我感觉NASDA是比较强的 你像这个Dowjones啊 和这个S&P500是突破了啊 NASDA还差一点点啊 哦不是 Dowjones还差一点点 NASDA也是突破 股指的一种走势啊 这种无疑呢 现在的这个期货市场 已经就说是开始往下跌了 Andy想说一下 这种下跌呢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 买入的机会啊 嗯 为什么说呢 我之后会给大家说出 我的一个一句话的一个观点啊 现在先从K线形态上来说 你看 这是周K线啊 这周K线 NASDA本来就有一根下跌线啊 它就是再往前期考验一个低点 是很easy 或者是说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啊 包括S&P500 它突破之后呢 进行一个回踩一个低点 也是非常好的 Dodgings呢 在这呢 就等于说 在前期高点的位置呢 预阻在这块呢 震荡一下 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从图形上啊 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 我想说的一个 就说是 我对这次这个贸易战 嗯 现在加增25%的这个关税之后 会给美国市场 带来什么样的搅动呢 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 短期的利空出尽的表现啊 这对美国市场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Andy在这 这是我的判断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本来呢 美国就应该按照 它原定的这个进度啊 嗯 来进行对于关税的 这个征收的过程啊 因为上回我也说了 是两国首脑峰会啊 嗯 说了一下 它拖延了一下 三个月的时间 嗯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但是现在呢 它这个keep going 继续往前走 也是回到了这个 正规的轨道上啊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 嗯 最终两国对这个贸易战停战 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协议 对川普来说是个real deal 这一点我认为 应该是起到比较重要的 关键的作用啊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嗯 所以就说安迪呢 就说对于最终的这个贸易战 能达成一个让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协议 我还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啊 虽然它短时间加征了一下这个 从10调整到25%的这个关税 或许呢 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一件对于中美双国贸易或者是两国经济不好的一个开始 或许是个好的开始 我是那么看的啊 然后从股市上来说呢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各种股指的这个k线形态 然后结合这些k线形态的和短期的走势呢 安迪给出了 我就认为这是短期利空出尽的感觉啊 所以也是大家应该积极的 如果要是觉得美国经济好投资的人啊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选择一下好的标的啊 这是非常好的 这次的调整是非常好 然后我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在美国呢 有一些公司呢 他在你看这些公司里 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这些公司正好是这一次上涨 纳斯达克的零涨股 像高通什么都在这里面啊 是零涨股 零涨股现在正好是很多都是创出新高来的 像英特尔啊 这些公司创出新高了啊 他叙事的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回调了啊 叙事的再消化一下利空 我认为对这些公司来说呢 正好可以做一个新的推动浪之前的准备 这是安迪的个人的意见和认识啊 好吧 简单的我对于这个新闻重磅新闻的解读呢 就解读到这儿安迪认为呢是短期利空出界啊 大家呢 不妨可以就说是关注一下自己喜爱的一些投资的标的啊 看看适当的可以见见仓或者是加价仓 安迪在上回的那个节目里啊也是在说安迪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是在什么时候呢 需要再继续加价仓 或者是加手中的品种 或者是寻找一些比较不错的标的 但是现在来看呢 安迪可能 加手中的品种的这种概率呢 还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认为 因为我主要投资在NASDA这100这些高科技成长的公司里啊 因为我估计高科技成长的公司 就肯定受到这个利空的影响呢 都会往下那个跌一跌一跌啊 我认为我其实对这个利空 认为短期的利空出境是很积极的 有可能它就是当天一天盘面的这个 呃反应啊 它不会太持续 这是我非常积极非常积极的观点 好了 嗯 简单说到这里啊 祝各位好运 各位好运 各位好运 拜拜